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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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主要接下来就是这种肉酱 我今天用的是香菇肉酱 如果没有香菇肉酱也可以用别的肉酱代替 像牛肉酱 辣的牛肉酱 猪肉酱都可以 只要是肉酱都可以 好的 所以这个选择是非常非常匡泛的 对不对 所以它有相似之处就是手撕包菜里面的手撕的部分保留下来 然后就是很辣 那这些原料做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始炒了 可以了 哇 也太简单了 很简单 接下来我们要放入富含DHA和EPA的这个金龙鱼深海油调和油 这个量我帮小轩加好不好 因为是手 我们今天做的是肉酱包菜 包菜应该还蛮稀油的 但我们放的量也不多 下面就是主要一点就是我们先放蒜 好 但要爆香 这比肉还好吃啊 这道菜 想学的赶快来看看 好 首先是放这个蒜 蒜可以多放点 这蒜也是特别提味 特别做素菜的时候 干红椒 干红椒 可以根据这一口味来调 小轩味道其实也蛮重的 我味道吃得很重 然后爆香以后就可以放香菇肉酱 好 香菇肉酱 哇 这个量也加很多 对 大家去找找吧 我其实之前也没见过这种肉酱 然后小轩刚才跟我说 这就是我们福州卖的呀 是 我从来没有就是注意到过 就是会有这种香菇肉酱 嗯 的 谢谢大家